消防车辆先是喷出涓涓细流 下一秒水利全开 朝着消防局打爆射 值班柜台的玻璃大门 不堪一击瞬间被冲破 铁门框和横杆向后喷飞 击落柜台上的护板和电脑 值班的打火弟兄 一位及时躲到柜台下 另一位则被水喷 又被萤幕砸 超级狼狈 办公室物品被喷得满地都是 现场一片狼藉 上午厂商到普京消防分队 进行高效能化学车检测 维修人员在调整炮塔角度时 消防车突然失控出包 射爆玻璃门 在测试 然后没有注意到炮塔的位置 厂商人员在测试时 没注意到炮管角度 就按下方府的按钮 消防车才会上演 大水冲毁龙王庙的戏码 出包的这台高效能化学车 流线造型前卫 全台仅此一辆 身价高达3800万元 射程可达80公尺 帅气的外表和涂装 被称为消防车中的超跑 变形金刚 这次出包 把消防弟兄吓出一身冷汗 救火不成反轰破自家门 误射自己人 记者刘志展张志仁桃源报道